好 开始 就已经照顾妈妈十年了 真是非常尽心尽力 让我只照顾我妈妈一年多 那我很想知道说 那我知道姐姐说 那都是早上八点钟就去了 然后八点钟还没离开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对我来说 我很想知道说 但是这么长的时间 你在那边大概都是 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陪你赶上砸一杯火星 然后再过来放音乐 还可以放音乐 他也说我妈妈回到看照片 或是说想唱歌 或是想做什么事情 就在那边就行 所以你是新的 你回带妈妈 对 因为她说一定要有看到 她没看到 她就一直找人 习惯了 然后就是 有时候妈妈会看 也会看看读者 在啊 就是参照 就是最主要是她喜欢参照片 喜欢读者啊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就是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没要聊天 有时候 有时候 就做一些 简单的物件的那个 动作 或者是 物件需要招待 比如说 鱼角啊 比如说 鱼手啊 也要做一些 其他事情 动作 所以听起来 你妈妈是 吃东西 是OK的 她可以讲话 也可以 可以 那手脚重 也是可以的 嗯 她没办法起来 可是她很想起来 因为她有判官组 太少 她也不知道 本人认为她可以走路 她一直想起来 我们就说不止 一样的问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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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是 在精神上的陪伴 嗯 然后就是 有时候教 做一件事 便懂 然后 你唱歌啊 然后 有时候看照片 或者这是谁啊 她就讲 然后有时候 就跟你 哪一个英文对话 哈哈 对啊 你跟她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嗯 那你跟她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其他的时候都 有 I love you 我有看 那她跟你讲一些 她喜欢学习就对了 就学英文啊 话文 那日文 她本来就会 那她想到什么 你就跟她每天讲 其实每天都讲成都一样 嗯 对啊 所以她也很开心啊 因为每个人都说 你好棒 你跟她讲日文 她可以回英语 像 The morning 她就跟你说 我还要 你跟她说我还要 她就跟你说 什么呢 但是她会 可以用英文 日文上交替 人家就觉得说 这个很神奇啊 骂 她说 你那副理师啊 有时候就说 你不信我们应该 试试看 用英文问她 她就跟你说 我还要 那真的啊 然后她们就觉得说 欸 怎么那么英语跟不上 还会讲一些 这些是全美国 然后呢 其实是免得日文 那消息是美国 所以 我觉得还是 要跟她拿一个 那一支一支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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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照顾上 有什么需要 有特别 在雅部署里面 有特别做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能力不够啊 像有时候 我会帮我妈妈翻身啊 然后就帮她拍一拍 那有时候你藏久了 后面就热了 然后翻身 那有时候 有时候你藏久了 我就會注意它是便啊 或是要大便 就是他們沒空夠 我會去稍微幫忙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他們一個人要照顧一個人 有時候他們也要照顧一個人 大概有20年 也是之後的他們過來了 我去 像剛才他們覺得我們是去找那個 可是久了他已經說我還是應該有分擔那一點點工作 最早我媽媽找人了之後 對 最近下來了 然後是說 像我中午要回去吃個飯 中午回去吃個飯 然後再打一個今天的果汁 對 對 其實我媽不太喝酒 她喝果汁也很喜歡 她就順便你要喝果汁 或是也要用這個果汁 就是容易消化的 放入消化的水果 她還有時候真的 也不愛喝酒 那你不喝水 稍微又有一點 都是一些問題 就是說 飲料可以做什麼事 所以我飲料可以做什麼事 反正我媽媽看到 她就是睡覺 她看到你 因為她很怕那種陌生的懷季 她沒知道 她就會一直找人 然後後來她是跟 住在一個裡面的 能夠活動的人 他們經過那個房門的時候 所以同房門就幫她找到你 甚至到後來就要走一個 還要慶祝 就是走一個 玩一個小時候玩的遊戲 拍拍什麼 小兩 小三小的 只是 還是 跟人家相比久了 那人而然就會越來越欺負 然後就會說 因為 長得早 天亮 早啊 或是說 晚上睡覺 晚安啊 然後就 其實有人跟她講話 就很開心 說 這邊有人要打架嗎 就是 那可能什麼 因為附和打架 喔 那也有什麼 附和打架 那可能 她一走 又拿水 一走 要補水 那就要補水 就沒有走 沒有走啦 哈哈 我媽都要走過去 沒有走過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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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起來 你媽媽還是變到活躍啦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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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我們 剛開始 她有一段時間 她希望說 有一個人是想 跟我媽媽 換到後面的方面 我們就說 活躍 什麼 我媽媽 喜歡跟人家補充 你看到後面 幾乎就很少人會從這邊經過 那 在第一間 你跟人家進去吃飯 因為吃飯要照這個方式 就是她進去 已經要經過我媽媽的房間 那她是第一個房間 而且在靠窗 所以那些人都會跟媽媽講到 我們就像她說 我們過飯 過飯 我們後面的房間也會比較適合 可是我媽媽喜歡跟人家補充 就是 才需要在這邊的房間 所以她一定習慣那個環境 妳再換的話 可能都不適合 我們一定要再療傷 而且她跟她的自由一向 也就是後半身的錯綜 是不是這樣 聽到妳這樣說 聽到妳這樣說 我也是有 我是第一次到這家養婦 我不知道這個聲音好 我想把它再調一下 因為我不會弄那個東西 我把它放前面一點 因為我希望那個聲音錄進來是OK的 對 因為如果 我覺得我們重點就是在聲音 如果 我把它先關掉